自从拜登上台后,美国就有了高铁梦 之前他就在很多的场合发表过 美国铁路建设方面落后于中国的言论 也许是为了圆梦 美国去年大手笔投下了1.2亿万美元 并且开始搭力发展基础建设 这里面就包含着美国铁路升级计划 一晃半年过去了 最近事情似乎是有了些进展 就在刚刚美国铁路公司发布了最新消息说 此次基础设施升级后 美国部分的地区特快列车会将时速提升到每小时150英里 说这已经是美国铁路目前最快速度了 折腾了大半年就这么个成绩 拿什么实现高铁梦呢 实际上关于美国高铁梦这件事 只是很多媒体他们过分的解读罢了 总投资1.2亿资金只有660亿是用于铁路的 目前只是为了改善目前成就落后的铁路设施罢了 没有说要大力发展的意思 关于美国为什么不会发展高铁 我之前也专门出过一期视频 里面呢就详细介绍了美国人的出行习惯和国情的特殊性 是如何从根本上限制着美国高铁的发展 如果一定要说美国高铁未来会不会完成逆袭成立世界第一 只能期待一下马斯克的超级高铁计划了 据说吧这个计划高铁时速将会是飞机的两倍 而且风雨无阻的运行状态 虽说吧还在探索阶段 但从目前来看啊 总体可行性还是非常高的 或许真的是可以实现的 毕竟马斯克这样一个传奇人物 他已经做到了太多令人不可思议的事情 我们下期见